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11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案件又经历了怎样的起起伏伏呢 2005年12月1日在日本立木县的京市 上一年级的7岁小女孩 几天有息和同学一起从学校放学回家 午后2点50分 三个小女孩在京市的一个三叉路口到了别 一般几天有息的祖母都会在那个三叉路口接她回家的 但是这一天祖母因为有别的事情没有去接 早上送几天有息去上学的时候 祖母就让她自己回家了 一直到了傍晚时分 几天有息还是没有到家 家人们急急忙忙地开始了寻找 6点半左右 家人们发动了住所周围的人一起寻找几天有息的下落 有人说在下午3点半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小女孩蹲在那个三叉路口附近 好像是在等待着谁 后来这个小女孩就不见了 这很有可能就是吉田有息 警方马上派出了搜查犬 在沿路大规模搜查 搜查犬一路沿着吉田有息的气味开始寻找 在距离吉田和同学分开的三叉路口 约120米的地方 吉田的气味在这里消失了 也就是说 吉田应该是在此处被某人给带走了 但是附近的树林和小路上 都没有找到吉田所留下来的痕迹 一直到第二天12月2日的下午2点左右 在慈城县长路大公市的东厅的一个山林深处 三名老人发现了吉田的遗体 这个地方距离吉田和同学分别的三叉路口 将近65公里远 很显然吉田是被人拐到此处杀害了 吉田被发现的时候全身赤裸 嘴巴被封住了 双手被捆绑着 胸口也被人用刀子捅过 而且尸体被发现的地方 是一个极少有人会注意的一个角落 如果不是这三名老人 为了上山捕获珍贵的野生鸟类 可能还真的很难被人发现 警方把这起案件 判定为严重的猥亵杀人案 利木县警方和尸体发现处的 慈城县警方高度重视此案 设置了合同搜查本部 对案件展开了调查 警方搜查了案发现场的附近 但是没有发现吉田的书包和衣服 警方探访了三叉路口附近的居民 和当天的行人 有目击者说 当天下午3点左右 看到一个年轻男人 开着一辆白色的轿车 和吉田一起放学的小女孩 也说看到了这辆白色的轿车 让他们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这个轿车的后头 有一个很大的凹陷 就好像是出了车祸 没有维修的样子 再联系到案发现场 是在65公里以外的地方 警方猜测 很有可能 就是这辆白色的轿车 把吉田给拐走了 而且 有人看到这辆白色轿车 正是往磁城县 也就是吉田遇害的方向开去的 但奇怪的是 警方沿着路线 一路盘问了很多人 却没有得到证明 年轻男人的任何情报 从便利店 餐饮店的防盗视频录像当中 也没有发现 开白色轿车的男人 线索在这里 好像就断了 在事件发生后的8个月 也就是第二年的8月1日 警方提高了关于 吉田有戏遇害案 相关的情报悬赏金 包括那名开白色轿车的 年轻男人的情报悬赏金额 从300万日元 提高到了500万日元 2007年3月9日 吉田失踪快一年半后 警方向媒体公布了一则线索 从吉田遗体的多处部位 检测出了同一个男人的 DNA型血迹 这里简单地说明一下 DNA型检测和现在的DNA检测 其实是不一样的 看过我们之前的 北关东少女失踪事件的小伙伴 或许有些印象 其中也提到了DNA型检测 在早年期间的日本 警方会使用这种叫做 DNA型的检测技术 但是这种技术的精度是很低的 1000个人当中 可能就会有两个人是一致的 没有其他线索的警方 就根据这个仅有的 DNA型检测结果 去寻找犯人 在搜寻了几个月后 11月2日 警方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符合这个DNA型检测结果的 居然是一名 利木县警方的搜查干员 这名干员参与到了 吉田有戏被害案的 物证搜查当中 警方意识到 这个血迹 应该是搜查的时候 不小心附着上去的 因为在不久后 又从政务当中 检测出来了 数名搜查干部的DNA型痕迹 除了死者吉田和搜查相关的警员的DNA型之外 没有再发现其他人的DNA型了 也就是说 查了半天都是自己人 这可闹了一个大乌龙 警方过去几个月 可都是按照这个检测结果来寻找犯人的 这下浪费了大把的时间 某种程度上 警方的搜查工作的信心 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搜查虽然是继续进行着 但是既没有关于那个年轻男人的线索 也没有找到任何有关的证据 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直到案件发生的9年后 2014年4月17日 终于和这起事件有关的 那个男人出现了 盛幼拓栽 32岁利木县人 因为和母亲一起伪造高档奢侈品 触犯了商标法 被当时的警方批捕 拓栽在被调查奢侈品伪造案时 又供出了自己就是9年前杀害 吉田有戏的凶手 他的自白让大家都感到震惊和不解 为什么事件过去了9年 他才来自首呢 原来在吉田被害案发生后不久 警方就收到过一份调查申请 想让警方调查一下 当时23岁的盛幼拓栽 而让人不解的是 这位申请的人 竟然是拓栽的继父 当年吉田有戏被害的事件 在利木县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看到新闻的拓栽的继父 在案发后一个月 向警方提出了申请调查一下儿子 他跟警方说 我的儿子最近很反常 他是一个奇怪的罗利控 请务必调查一下他 巧合的是 拓栽正好持有一辆白色的轿车 而且他的车子后面 也正好有一个明显的凹陷 再加上拓栽是利木县本地人 只有对案发现场的地理情况 十分了解的人才能够找到那个 极其隐蔽的抛尸地 而且 拓栽毕业的小学 正是吉田有戏当时上的大泽小学 那这一切 未免也太过巧合了吧 所有的这些 似乎都是在暗示着 拓栽啊 他正是那个开着白色轿车的年轻男人 那么为什么当时警方 没有把他作为嫌疑人 进行深入调查呢 警方当时给出的理由是 拓栽的DNA型和证物上的DNA型不符合 在调查初期 警方从拓栽的口腔内粘膜内 提取了样品进行检测 发现和尸体上的DNA型不符合 于是呢 就排除了他的嫌疑 当然现在我们知道了 尸体上的那个DNA型 都是警方调查时粘上去的 根本就不是凶手的 只是当时的警方并没有意识到 但是到后来 警方意识到了这个错误 也没有对拓栽进行再次的调查 一直到八年后 圣又拓栽自己供出 我是出于猥亵的目的 在栗木县的山林当中将他杀害了 警方呢这才逮捕了他 拓栽说他之所以承认罪行 是因为最近几天有息 在我的梦里出现了 逮捕了圣又拓栽后 警方对他的家进行了搜查 发现拓栽家里 有死者几天有息生前的DV录像带 也发现了好几把匕首 虽然匕首上呢 没有检测到任何死者的血迹 不过考虑到犯案时间已久 可能真正的那把匕首 早就已经被处理掉了 在事件发生后的11年 也就是2016年4月8日 宇都公地方法院 一审判处了圣又拓栽 无期徒刑 事件看起来到这里 就告一段落了 但是真的如此吗 就在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不久 圣又拓栽改变了自己的口供 他说 自己并没有杀害几天有息 是因为过度紧张而签下了认罪书 但是法官并没有采纳他的说法 在二审当中 还是判处了他无期徒刑 但是对于这个结果 坊间还是有很多人持怀疑态度的 因为这整起案件仔细想起来 有很多地方都是自相矛盾的 甚至还有警方刻意隐瞒的证据 首先 圣又拓栽是犯了商品法而被逮捕 进而供出了9年前的案件 这种因为别的事件被逮捕 然后被调查出来杀人案件的事件 在日本叫做别件逮捕 日本有两桩非常著名的冤案 足利事件和库田事件 都是因为别件逮捕所导致的 所以 别件逮捕在日本司法界 特别的敏感 因为这存在着警方强迫犯人认罪的情况 这次生有拓栽的情况 会不会又是警方外力驱使的呢 其次 根据几天有戏被害现场的取证情况 尸体全身的血液几乎都流干了 并没有检测出来 除了警方干员外的任何DNA型痕迹 而且从尸体的僵硬情况来看 很像是蜷缩在车子后排上死去的样子 另外 凶杀案件当中最关键的证据 凶器一直都没有被找到 第三 虽然圣有拓栽持有那辆后部凹陷的白色轿车 也途经过几天有戏失踪的三叉路口 但是没有明确的证据 能够说明他驾驶这辆车子前往过磁城线方向 他被警方逮捕的时候 那辆白色的轿车也早就已经报废处理掉了 这都不能够作为决定性的证据 第四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在几天有戏的尸检报告里有写着 尸体的胸部和腹部检测到不明男性的体液 通过化验得知 这个体液不是来自于胜有脱灾的 甚至从遗体多处检测到类似男性汗液的痕迹 也都不是胜有脱灾的 这些证据警方很早就知道了 却从来没有公布出来 仅仅因为胜有脱灾的认罪书和自白 就认定他是凶手了 而脱灾本人说 认罪书和自白书都是警方逼供的 他被逮捕后 警方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关押和拘束 对他进行了多方面的压力 强制其认罪 在法庭上面 胜有脱灾不断地重申自己没有杀人 但是检方却播放了一段 圣有脱灾流着眼泪 大声坦白自己犯爱内容的录像 在录像里面 他声泪俱下地说 我把放学回家的几天有息 绑架到了自己的公寓里 在失心猥亵后 开车把他带到了磁城县的山林里 我抓住了他的右肩膀 让他站起来 从正面用匕首刺穿了他的胸部 将起刨尸 他的神情疲惫扭曲 于法庭上坚持自己没有杀人的样子 判若两人 其实这段话呢 有着不少的疑点 他说自己实施了猥亵 但是在遇害者身上 并没有找到他的体液 他说抓住了受害者的肩膀 但是死者的肩膀上 没有被抓的痕迹 他说是让女孩站着 用匕首刺穿了胸膛 但是遇害者的尸体上 并没有血液向下流的痕迹 他说是在山林当中杀害了他 但是遇害者的脚上 并没有一点泥土 拓载的律师还指出 根据当年记录下来的 深有拓载的车辆GPS定位显示 在案发第二天的 凌晨1点50到6点39分之间 他曾经在国道上多次来回往返 并没有到达辞呈县的记录 然而这个证据 也被警方给选择性的无视掉了 在一审当中 尽管缺乏确切的证据 法官还是以 如果不是实际体验过的人 是不可能描述的如此具体和丰富为由 判断甚有拓载的自白书具有可信度 判处了无期徒刑 但是在第二审当中 法院还是承认 自白的内容存在矛盾 警方确实存在对嫌疑人进行逼供的事实 检方也承认 单独作案杀害几天有息这一结论 存在重大矛盾 尽管如此 法官最终还是同意了检方 关于重大矛盾的诉因 做出两点改变 一个是案发现场 在拓灾的自白里 案发现场是辞呈县内 公诉方把案发现场 扩大到了利木县和辞呈县周边地区 因为拓灾的白色轿车的车辆GPS定位记录 就是在这一带 并没有开向辞呈县内 第二点是死者的死亡时间 在拓灾的自白里 他是在12月2日的凌晨4点 将检田有息给杀害的 检方起初也说是12月2日的凌晨4点 后来又改变成了 12月1日午后2点38分 到2日的凌晨4点 将死亡时间向前扩大了一步 因为根据实检报告 检田未里残存的实物表明 死亡时间是12月1日下午的4点左右 这和拓灾的自白是矛盾的 也和公诉方的诉因矛盾 所以公诉方向前扩大了 死亡时间的推断 是整个案件的时间脉络 更加符合森友拓灾就是凶手 而更可怕的是 这两点的变更的诉因 是法官推荐公诉方做出来的 也就是说 法官在偏袒着公诉方 希望给森友拓灾定罪 最终 法院在没有任何 直接证据的情况之下 因为森友拓灾的认罪视频 而给他判处了无期徒刑 那事件到这边就讲完了 你对这起事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 最后 请大家保持警惕 保持安全 我们下期再见